我不知道华盛顿华尔街日报所谓知情的西方官员指的是谁 但是相关报道完全不符实实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我们的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积极劝和触谈 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公正一边 关于乌克兰危机的中方的立场 得到包括俄罗斯 乌克兰双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 比方说访问乌克兰期间 我本人和我的代表团 从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 本人进行了友好坦诚的沟通 无方感谢中方为劝和触谈 为劝和止战发挥积极作用 赞赏中方 呼吁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遵守联合国宪章 终止原则 那么库列巴外长本人做出澄清 这说明华尔街日报 有关虚假报道 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 明显是在挑拨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 中国方面 我们不是乌克兰问题的当事方 我们不会做拱火交游的事情 所以我们中方愿意 同各方继续加强沟通对话 为劝和触谈 我们发挥建设性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